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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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我来帮你 难记 难记 叫Password就讲难记 我欠你钱 你都记得这么清楚 比如说 你可以用 Mary owes me some money 做密码 Mary owes me some money 就是我欠你钱 Mary owes me some money 又多过12个字体 又有大小写 大小写 你懂什么啊 大小写 大小的m 要参参在一起 那也有特别符号又容易记 所以呢 上面又更加的有点复杂 所以我提醒你啊 打开电邮跟收到短讯的时候 不要随便这样click那些来历不明的网址 它可能是一些hacker的网站 或者是病毒 可能呢 因此将你电脑里面 手机里面信用卡 或者其他的个人资料偷走 卖小秀啊 对对对对 人怕冠状病毒 电脑怕电脑病毒 我很支持我们生活数码化 为健康加码这个提起 但我也必须保护我自己的电子设备和个人资料 确保我在显安全 所以一定要安装防毒的软件 例如有那个firewall 防火墙 不会的话就找年轻人帮你上网的时候 不要随便把个人的资料 share给不知道 不来历不明的网站 好像哦 政府的那个trace together 就可以放心下载安全的啦 哦 对哦 如果我的资料被人家偷走我就惨了 是啦 不止你惨啦 可能你电脑里面还有你亲戚朋友的资料 家人的资料可能呢一个一个被偷走 你的亲戚啊间接被你连累啊 对哦 这样就真的 广东人所讲的 来盖风啦 虽然我们在家里上网 但是我们还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 英文呢 阿摩叫做 social responsibility 讲到责任要负责 我的水电费还没有付咧 电脑可以快点还给我吗 电脑快点还给你 你还不在这边啊 我要还水电费 你要上网还水电费啊 是是是 可以啊可以啊 你已经全部弄好了 哎 阿姨啊 不然我的account也给你啦 你顺便也帮我还我的水电费可以吗 哎呀 我又忘记我的password 这样快就忘记啦 都没给给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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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